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师佛是非常慈悲的一位佛 与阿弥陀佛广大愿力是不相上下 这几位佛菩萨常在娑婆世界显化救度苦难众生 现在娑婆世界在医学上的进步 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几位佛菩萨 天界太上老君是要师佛的座下佛弟子 我心灵法门许多弟子也深受太上老君贤者广大恩德 日光菩萨观世音菩萨甚深慈悲 你就是那位小童儿是吧 你师父真是一位好佛弟子 心灵法门的佛弟子也要跟着你师父一起好好努力啊 将来我们会去拜访心灵净土 现在末法时期 你们能够得欲佛法救度 持戒吃素放生是非常令诸佛菩萨高兴的一件事 大家要好好坚持下去 释迦牟尼佛 同儿你最近看到网络的浅壳成文乌龟 知道他们的因缘果报吗 童子弟子请佛陀慈悲开始 释迦牟尼佛 他们未堕落归身前都是在佛门替法出家的法师 可惜不受我佛教法暗处苟且淫荡 所以在荣江地狱成界出来后 就被护法天神把他们的元灵送去投归身 释迦牟尼佛 同儿他们得成色的归壳 就是因为他们曾在佛前持戒的清净果报 所以不像普通乌龟是暗宗色的归壳 这些乌龟红色的眼睛就是在地狱被鬼差喂养 红色溶浆后的地狱果报 比普通乌龟受命端极容易死亡 就是他们身在佛门却破戒淫荡的果报 地藏王菩萨 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曾说过以戒为师 现在我让你上天界把这些乌龟的果报写出来 希望你们好好守戒 不要和因果开玩笑 因果是自重自得 淫荡会破除你们心中清净的佛性 会让自己离佛性越来越远 大家好好记住 弟子马来西亚 2020年6月13日 达 很多的乌龟都是人投胎的 因为乌龟的寿命很长 一般都是有修的才能投乌龟 千年龟万年龟 传计证fta